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生活千百滋味 航母作为海军的终极武器 而拥有航母也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体现 能大大的提升国家对外的震慑能力 目前美国海军是拥有航母数量最多的国家 而且每艘航母排水量都在十万吨左右的大型航母 尤其是目前美国刚刚服役的福特号核动力航母 其舰上装备的是目前美国最为先进的设备 可以说称福特号航母为世界最强航母也不为过 因此在海军实力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与之匹敌 而正因为美国航母对其他国家的威胁实在太大了 因此许多国家都开始研制反航母武器 而这其中以我国的反航母武器最为强大 例如我国的DF-21D中程反舰导弹 更是被外媒称之为航母杀手 有着极强的对抗攻击能力 DF-21D反舰导弹是世界上首款专门针对航母的弹道反舰导弹 使用二级固体火箭最大射程3000公里 可携带一枚800公斤常规弹头 或是一枚30万吨级当量的核弹头 DF-21D使用的车载发射 最大飞行速度可达10马赫 采用末端制导弹道分离垂直攻击 可以说DF-21D是一款极为强大的反舰导弹了 那么击沉一艘航母需要多枚DF-21D DF-21D反舰导弹可以击沉航母 实际上是一个误区 我们以美国的航母为例 早在2005年 美国就将已经退役的美国号航母 进行了残忍的轰炸测试 从海面水下空中 对美国航母进行了长达半个月的轰炸 最终才将这艘8万吨级的航母击沉 美国目前的现役航母吨位都在10万吨以上 而且有着一整支的护航编队 更不会像美国号一样 待在那不动当靶子 因此想要击沉一艘航母 难度可想而知 而DF-21D对航母的主要打击方式 是通过攻击航母甲板 对其甲板进行破坏 使航母携带的舰寨机无法起飞 以达到瘫痪航母的作用 而并不是击沉航母 好了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请点击关注我们吧 我们下期再见